那這些是我們今年的Nutual的部分 那接下來會不會有關我們專頁的部分 今天我們剛剛有收到 我們說的遊戲名的遊戲就是從HTN5做開發的 然後我們今天會很想要讓它包裝成一個原生的App 讓它可以選擇這些問題一點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Funderm這檔 它是一個Framework來幫我們寫進我們做包裝成的App的動作 因為Funderm它算是讓我們可以使用HTN5的境外技術來開發 而且它提供我們一些要教的Squire 可以補教它一些DBI的部分 然後我們可以網頁一起去補教我們一些應員 像是我們的DRAWING的部分 然後它這樣好處就還不錯 我們用TOK學王拜託的這個原生開發之後 它可以幫我們自己用HTN5的內容 Compile我們要的 像是Android的話就是IMB格式 Android的話就是IMB格式 Android的話就是IMB格式 讓我們可以在跨平台的更細心的來錄製它 然後這就是我們經營的主打選單 然後 OK這是我們的選單 然後我們一樣為了去FIT各的螢幕解析 因為像是Android它有些機器是以直的為主 也就是以直的為主 然後Android每個幾次部份 所以我們就讓Android以直的 或是個環節的都是可以進做的部分 然後換一些選擇器選擇 然後之後換我們iOS的部份 好等一下就是我們iOS的部分 我們iOS一樣 因為iOS我們使用的主要是以直的為接點 直接就我們iOS就這裡 主要是這件直的部分 然後一樣我們直接看看 主要就是我們那邊的部分 然後還有記憶記 就是一些遊戲 然後可以的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選一個傳遞 來玩看 好我們大部分遊戲 有些遊戲遊戲為 我們今年新增的遊戲為 一部分去幫 或我們學長姐的遊戲 做一些修改 他們做啊做啊 然後整個頁面的 自己的新增動作 這樣子 好這時候是幫我們學長姐 做一些修改的小部分 好這一樣 這裡的遊戲是要做一些 顏色吧 有像是橘色我們這樣 所以遊戲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收的請求 其實我們之前在來的 其實我們有些遊戲的部分 我們就是有 最主要這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 我們用Controller 2做了一個 不好意思 Controller 2做了一個 BM球的抵擺遊戲 然後同時把它跟 跟部長的遊戲 做一個成功 就是讓它可以把 整個成績都會傳到很好 第二個是我們把 過去我們剛剛 我們上面的 網頁的身上遊戲 把它整合成一個 畫平台的APP 讓它可以在 明顯的狀況下 在畫平台的裝飾 實行 並且最後幾次 能夠 呃 運算出來 讓使用者可以在 使用裝飾使用 然後最後是我們在 呃 這個遊戲之外 我們另外再新增了一個 單排遊戲 那也是 就是有 認知訓練的部分 那還是就是 掃結我們 使用裝飾應用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我們在 傳承的部分 和什麼時候 我們有支援環洞學長 我們介紹的 那麼前面有提到的是 健康幫模式 WinconCNC 學長姐們 開發 並整個下來的 組織 所以我們決定 把今年所遇到的問題 和家裡整理 之後 把 來找到 裝飾 整理成績的部分 那 現在就是我們 今年有後到的困難 那 首先第一點 因為各個的指竹 是學長姐們 他們個別開發的 所以呢 我們有問題 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 一個去聯繫 那第二點 以往你各個人 之後沒有留下 任何人記錄 所以有時候會發生 什麼樣的 有時候再出現 各個版本 也有翻過 還要出入 第三點 程式碼呢 我們就 以前就保留 最新的貨制 最新版本 或最新的程式版本 所以當我們要去 追查一些 舊的版本 的時候 無法去追溯查詢 標題 意思是 程式和文件呢 Ding 跟文件임 很多 shoe 速度非常敏散 電流一樣 文件 準定律 整路七 還有最後一點主機跟正式機之間有時候版本也會有不同的狀況 所以我們決定增加一些措施 那首先我們把像學長姐們所請到的問題 我們都把它輸入到多大裏面整理成一份共鳴機 那這份共鳴機我們也會記錄一些服務設定 把一部部的做法寫在裡面 加上學弟妹們之後我們跟學弟妹們交接之後 我們就可能快得上手 那我們之為這樣做是因為我們經典在接種 都在服務的設定上面不熟悉 所以我們花費了非常多的時間去查詢一些資料 還有學習這些技術 那我們有了這個功能筆記之後 然後學弟妹們便可以比較快速的從這個共鳴機裡面 找出他們所需要的資料 還有該怎麼處理 另外 另外 我們今天也有新生意回報機制 那當我們有發現錯誤的時候 我們便立刻把錯誤回報上去 然後便在這個錯誤解決之後呢 我們便會在後面上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 那我們還會把這些問題做一些分類整理呢 分類整理 加上我們差不多就可以知道各個服務裡面有什麼問題存在 那知道有什麼問題存在這種便不會再辦同樣的收入 那後面我們還有一些版本控管 那這部份我們交給雅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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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我們都找入了版本控管 因為我們過往遇到的問題 我們過往遇到的困難 當然也是說 因為各個同學都會在 比如我以專題做貢獻 或是在無論貢獻的時候 可能也會希望我們 像爆發的時候 什麼共鳴在的時候 可能會遇到什麼時候 像是在司馬被失敗過 或是無法宣認最新的版本 所以我們今年四位專題的同學 都學習什麼使用Git的版本控管 所以 並且說 我們將我們所有的code 都除了已經共鳴的開發以外 我們也把他調查出來 我們看到我們這邊 有不同的使用者來 為他調查 並且說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 一起共鳴開發 然後亂一點的時候 我們可以確保我們的版本 是最新的 而且是貢獻的部分 那未來 亂好處在的重點 是未來當決定妹 在調解我們的服務的時候 他也可以很快速 找到我們當年的主事 然後做快速 開始做一些犧牲修改 好 我們整體亂一個點 但是我們做了 我們生物開導電腦 來做延裝的部分 因為專題發生了 專題以往過去做軟體 也是做 我做我們 跟同學 同學大家說 每次要分工什麼事情 到時候期末到了 欸 沒做了 開始問這個 到底是誰 誰該做的 所以我們今天只能推廣這套 推廣這套軟體來 為我們做一些 好 像是我們 我們做一定事實想跟工作 可以還有一些記錄 開會記錄 還有一些我們的東西 我們都放在上面 讓我們使用者 可以帶各個狀況以下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去 快點回去 開動當時 再加工作分配給水 這樣子 可以快做長時間 OK 好 軟一點是我們 先進去報告 因為我們健康幫服務 是一個 停在線上運作的服務 所以我們不可能直接去修改 一個正在運作的服務 我們一定是有一個 設置環境來 去做設置開發的環境 但是 以往 以往我們是一台 使用真實的武器來做 新的開發 這常常會有很多 問題的大理是說 因為我們健康幫助的自在 我們會自在它的相應性很高 一旦一個服務 如果出了問題 容易擋自其他服務的尊貴 所以這樣會 會讓其他人 也會有開發過程 所以我們現在 使用設置電視訊的話 這個點重的自在就是說 我們像 我們用設置 VM 我們特製在的 它是 他使用設置 可以讓我們可以 換室的回到我們的 環境 這樣好處在的就是說 當我們今天壞掉的話 我們不要像以前一樣 備份 存放 這樣把它放出 第二天的時間來 重新建設環境 像如果使用 VM的環境的話 我們好處在的說 可以換室的回到我們的環境 然後這樣 好處在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可能要 大家還算不懂事 我們可以做很多分出來 然後特質感 反正都沒有為什麼 再把壓回事件 所以我們把壓回事件 就換掉 最主要的成績器 這樣畫面放進去 來做我們測試 測試 好 接下來我們再講 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請導學來做 進行結論 那最後我們 像我們主個專題 做了幾點總結 首先 第一點 我們利用行動裝置 來提升我們 服務隊使用可能有贊助 那像我們之前提到的 因為 我們行動的設置 所以我覺得 我們行動 我們行動裝置 就是這個 方式來 向使用者提供我們的服務 那 另外 我們也因為我們使用了 行動裝置 所以 我們希望我們能把 行動裝這個優勢 發揮到最大 所以我們整合了行動裝 這個硬體元件 來設計一些 新的體感遊戲 那 不只單純提供 設計功能 也提供一些娛樂效果 那 第三點 我們也整合了 社交網路服務 那來提升我們 服務的嚴重度 那 過往的單機遊戲 可能我一個人 在 在 使用這個服務 跟使用那個遊戲的時候 可能我一個人挑戰 過關了 那這個遊戲 就 就不見了 我就不會再去控它了 那我們透過 引入 社交服務的這個方式 那 讓 使用者 將他的分數 跟使用的過程 跟其他人分享 跟比較 藉此來提升我們服務的嚴重度 最後 然後 在傳承的部分 如果我們的 對頭實驗室的專題 通常都會跟前借 都很大相關 所以 為了讓我們的傳承更加順利 所以我們經驗提供了 版本 在新式碼的版本 公式 還有我們的追溯 以及說明文件 讓我們的傳承可以更加順利 減少一些成分 那 最後 是我們傳承未來掌門的部分 那 我們希望能更加利用我們的 新動裝置優勢 像整合了更多的體感功能 來 涉及新的遊戲 或是 將我們現階的遊戲 增加更多的 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那 第二點 我們希望能達成同時 跟多人同時用我們利用 那 同樣的來增加我們 輸入的工作 那最後 就是我們希望能 能 將我們這些 文商會補到我們的資料 進行上線的資料 搜集跟分析 那 希望能進行畫面的合作 那 也許跟醫療機構 合作 那 那我們的 這個 服務能真正踏入專業的人 可以做 那 以上是我們的 整個報告 謝謝 各位 那有事情 有什麼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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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